有句话说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 而有华人的地方必然和商业 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挨家挨户的邀惑叫卖 到人工操作的家庭作坊 再到高科技的生产线上 华人体内蕴藏的是 源源不断的升级和商级 这种天赋的才能 让龙的传人在世界经济圈里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马来西亚以北的槟城 就有那么一群华人 默默地贡献一己的力量 推动着槟州经济的发展 回顾当初 冰州开复时的荒凉镜像 正是难以想象 今时今日的冰州 是足部从小渔村对变而来的 我们怀念莱特上校 如果没有他的自由港政策 相信冰州至今 还是默默无闻 我们同时也不能忽略 冰州中华总商会 这个成立于1903年的 华人商业组织 与早期冰州的经济发展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的成立 是形同散沙 各自为政的华商 走到一起 团结一致 通过群体的力量 捍卫本身的权力与福利 共同应付所面对的困境 及挑战 林克全 梁乐清 孤真善等创始人 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永垂不朽 冰州中华总商会成立初期 并无本身的会所 办事处也曾多次搬迁 1917年 商会集资购得九尖错二号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军占领马来亚半岛 达三年八个月之前 冰牌的经济 饱受摧残 人民历尽沧与折磨 商会的会所 也一样无法逃出 被摧毁的命运 战争没有摧毁华人坚强的意志 1954年 商会重建会所 一直沿用到1987年 商会搬入华人大会堂为止 兵州华人大会堂 于1978年 重建九层新大厦 兵州华人大会堂为建筑基金 这笔基金现在我们目前还在筹募中 一万元 我们现在已经有半到九千元的数目 陈继兴先生一千元 座喜兰先生一千元 现在又来了 叶龙安先生一千元 当时商会筹募了一百万零一百十二元整 悉数献捐给华唐 华唐承诺商会拥有部分单位的永久使用权 华唐和商会就这样缔结了伙伴关系 一起为本富的华人前途而努力 1983年 商会在华唐庆祝八十周年纪念 这是继1978年的七十五周年 撰洗纪念之后 商会再一次的盛大活动 商会就是并成所有的华社的领导人都在里面 当时我进去的时候 好像是因为专案两座会长 然后当时还有那个乙姑的 那个许平等乙姑的那个单西 那个老文秀 所以当时进去我是个年轻的小佛子 经济地位又没有 所以我们只有听 商会是怎样操作的 然后我希望说这些年轻一代的 希望说他们应该花多一些时间 来参与商会的一个活动 因为现在你要找比较年轻的人 来参与这些社团的活动 尤其是商会很多都不愿意 他们有的是 他们自己的时间 他们不肯牺牲像我们这一代的 所以我们做这一代的领导人 我们应该尽量培养跟鼓励 这些年轻人出来参与商会 来领导商会 商会是在商言商的 但是对于教育 他们从来都不吝惜 从南洋大学 拉曼学院到千禧年的寒江学院 商会对百年数人的计划是不遗余力的 在丹斯里纳都陈国平的领导下 1991年商会庆祝88周年 现金888888元给拉曼学院 又于2000千禧年 现金200万元与寒江学院 商会也主办了为期18天的滨州博览会 出席者约50万人之众 这项博览会的一切尽力 全部充作教育基金 除此之外 商会也不定期地主办各种培训班 以提高会员们的素质 并出版经济记刊 商会月报及目前的商会记刊 因为我们清楚地了解到 唯有教育才能培育英才 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才能共同捍华商地位 我们要共固华商经济地位 共同谋福利捍卫华商 这是已故著名音乐家许元良先生 应邀为商会编写的主题歌 也是对商会最贴切的写照 这一百年内 商会的先贤 给我们商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很大的牺牲 这样我们这届的领导层 如何能够继续地巩固 继续地壮大我们商会的现有的组织 还有如何能够为会员们 谋求更大的利益 这肯定是给我们一种挑战 一种很大的压力 商会还有一对著名的父子兵 为父者为商会鞠躬尽瘁 小儿则在商会耳濡目染 学成后在宾州施展 他在正经工商方面的才华 带领宾州迈向新的里程碑 我的先负许平等在商会 担任会长的时候 我刚好是从美国大学毕业回来 那么我就有机会 我就有卸助他 特别是在他跟客人 尤其是讲英语 或者是马来语的客人交流的时候 那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就是在1978年商会举行 75周年的纪念的时候 那么我就担任我父亲的翻译 翻译他的演讲词 所以那个时候我当然是 算是初出茅庐啦 结果敦林仓又棒子的 Darcery许子根博士 以其精锐的眼光 周密的策略 使宾州经济快速的起飞 蓬勃的经济 也直接促使商会的队伍 加速成长 今天 中华总商会以百年之资 迎接试剂挑战 这个百年脚步 走得漫长而齐虚 但是在历届会长的领导下 我们一步一脚印 终于迈入了新试剂 恭喜 越来越重大 希望说可以办得最好 白痴干头 祝福百年代 再创会吧 这个祈福还等到一百年 生日兴隆 生日快乐 祝福百年代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希望三明水秀的槟城 能够带给你们美好的回忆 谢谢大家的